坦儿 你是才反应过来吗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这么奇怪啊 你今天 怎么这么关心我呀 小两口回到家 苏坦儿便怪罪宁毅 没有把宰相都是他朋友的事告诉他 说着说着就变成了大型秀恩爱现场 看我干什么 没看你 你就是在看我 你不许笑 我不想看到你了 回你屋子里去 这一波狗粮小编我是吃的满满的 苏坦儿嘴上说着让宁毅回自己屋 实则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 这层窗户指谁也不愿意先捅破 宁毅这情商也真就只配说相声 竟然真收拾好铺盖走了 看得我都跟着着急 有这么好的媳妇 多适合探讨人类之间的奥秘亚 第二天宁毅拿着饭菜找到刺杀宋都尉的刺客 身为现代人的宁毅 从小就一直向往 古代这种行侠仗义的侠客风 于是便拿起小胆凳准备听听他的故事 我特别好奇啊 就是你当时选择这条道路 家里人支持不支持啊 你小时候练功诗特苦啊 是不是怎么打你啊 你爹支持你当刺客吗 逆异的一顿连环夺命问 把陆弘提问得有些不耐烦 当他问到为何要杀宋都尉的时候 陆弘提却是说了很多 宋献那个狗棍 强抢民女无恶不作 我等习武之人 为的就是匡扶正义 另一看他也算是侠单一板 便想着跟他学点功夫 你没戏 为什么呀 高手没你话这么多 而另一面 一直主战的秦老回到朝廷后 拿出先帝驾崩之时 脱布给他的一封一招 你为何有此诏书 而秦老在江宁折服四年 已经为陛下积蓄了 可以一统天下的力量 什么力量 你做了什么 火器 臣在临安 建了五朝最位庞大的军需舱 现有黑火药五十万斤 火炮三百门 可即可投战 这一切足以证明 武朝现在出兵 攻破晋国指日可待 如果一旦开战 给梁国进贡的碎部也用不上了 当乌家知道要开战的消息后 感觉天都塌下来了 因为他们把全部身家都压在了蚕丝上 乌老爷还不知道乌企豪还在外面借了高利贷 而宁毅的计划也到了接近收尾的时候 只见他在城中点燃一个大刺化 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之前分布在江宁大街小巷的皮蛋摊 看到宁毅的信号后 收起摊位上的皮蛋 摇身一变成了苏氏布行 他们提前准备好色卡 采取线上选货线下配送的方式 顾客在摊位上选好自己喜欢的布料和颜色 再由快递小哥将完整的商品送到手中 一时间遍布江宁大街小巷的生意一场火爆 反观乌企豪就显得格外狼狈 蚕丝伤把乌家赌得水泄不通 拿着订单让乌企豪赔付高额的违约金 就连地下钱庄也开始找乌企豪讨战 这也成了压倒乌家的最后一根稻草 吴少爷 你终于肯跪脚踏见地了 老板 你别着急嘛 我以乌家的信誉给你启示 我们乌家从来不欠钱 只不过眼下 眼下没钱是吧